父亲节将近为了感念爸爸们无私奉献的辛劳 苏林区公所日前举行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由区长林耀厂主持 侠内多位议员及各里里长清林会场祝贺 苏林区各界推荐的27位模范父亲 连同家人亲友现场超过400多人参加官礼 此外也特别邀请苏林区客家乡亲会 峰贵舞集带来温馨的舞蹈组曲 为活动精彩节目 最后一堂 年花枝头的是我 我爱着梅花一朵 区长林耀厂表示 今年的父亲节在平日 许多人都提早庆祝 每一年的表扬大会 除了慰绕区内的模范父亲之外 也让每位获奖者都能跟着全家大小 一同享受一顿丰盛的午餐 并祝贺全天下的爸爸们都能幸福快乐 我们树林区有27位的模范父亲 那每一位模范父亲都有非常动人的故事 那也都非常热心 邻里公益以及我们的社团 所以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大家都能够家庭幸福美满 树林区长林耀厂提到 每位获奖的父亲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有的热心公益当志工传递温情给弱势家庭 他们含辛如苦一生奉献给家庭子女 令人敬佩 例如今年72岁 育有二子一女的黄水莲 除了是家中子女典范之外 平时更热心社区公共事务 还会呼朋引伴参与公益活动 堪称林里表帅 那个模范父亲也是一个殊龙 也感谢大家的疼爱 我比较不讲话 那我女儿教育女孩 二女儿我是顺着他们的兴趣 让他们喜欢什么科系的话 要顺着他们兴趣去读 然后就让他们 评障的是 注意他们的言行 就这样 食物严母 因为大部分 都是我太太在管教他们 我是看 在盘里面看 真是需要我 讲话的时候我才会讲 就这样 能够得到这个奖项 真的是实至名归 那在家里爸爸 其实是一个好先生 好父亲 然后也是一个好爷爷 那对于家人 其实是非常的尽心尽力 领过奖状 27位模范老抱们 喜悦知情逸于言表 多年来为家庭付出的辛劳 似乎一切都值得了 树林区长林药厂 也特别逐桌拜访 致赠感谢金 以实施行动 奖励这些天底下 最辛苦的男人们 表扬大会现场 地方民意代表 也纷纷出席 向树林区的模范父亲们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中家新闻 朱永佳树林报道